更加的美味可口 这是清炒高丽菜和友善饲养鸡蛋 郑文灿化身阿灿师亲自DIY造型便当 体验食农教育的乐趣 不过这一天活动的重头戏 是邀请民众来露营 还当场抽出三个幸运家庭 免费入住露营车 露营车不能只有上厕所 要坐上厕所 没有啊 吹冷气 这每天可以50组 那这里是可以感受到 这个徐徐的海风 然后亲自可以在 很安全的农伯基地 举行这个露营活动 桃圆新屋农伯园区 首度对外开放露营 每个梯次50个帐篷 开放报名随即秒杀 现场还有挑战使劲解谜 品尝小农的市集美食 吸引超过2000位大小朋友入园 将来希望能够有电影欣赏 有这个市集 有这个慢跑 还有这个音乐会等等 我会引进到农伯基地 农伯举办三年下来 获得很大的回响 也成功推广绿色生活价值 农伯基地也转型为环教园区 未来将持续推动 食农与生态教育 记者刘志展桃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生态教育